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保统计显示 二季度券商机构新进29股 增持30股 减持34股 17股持股位变化 持股位发生变动的个股 有几比特 用几股份 安利股份 天科股份 鲁银投资等 34指或减持股中 减持幅度各有差异 电子行业龙头海康威视 或减持股数量最高 二季度券商减持该股4868万股 最新持股数量降至一股以下 或券商减持在千万股以上的 还有节能风电 云铝股份 平高电系 华锡能源 生物股份 龙兴化工 或减持力度最小 减持股数量均不足10万股 新进的29股中 正邦科技或券商持股数量最多 二季度末券商持有该股达到5601万股 持股市值2.28亿元 玉衡药业 广深铁路 上海石化 正态电器 一顿电子等股或券商持股 也在千万股以上 增持的30 股中 仅三股或增持数量在千万股以上 分别是东华能源 守航极能 超华科技 东华能源或券商增持 2214万股居首 二季度末券商持股市值4.14亿元 部分个股或增持数量不足百万股 如见有股份 朔贝德 北京军政 美陈生泰 丰元股份等 其中 浩华能源 三诺生物或券商增持均在10万股以下 52股或券商持股市值超一元数据 保统计显示 券商持股市值超一元的个股共52指 海康威市依然是券商机构重仓的个股 二季度末 券商持股海康威市市值33.11亿元 远超其他个股 东阳光科或券商持股市值6.65亿元排在其后 凯乐科技或券商持股市值5.09亿元 券商持股市值较大的还有完美世界 通测医疗 东华能源 首行节能 正态电器等 持股比例也是反映券商青睐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数据显示 二季度末券商持股比例占流通股比例2%以上的个股 有38只 券商持股比例最高的是飞科电器 二季度末券商持有该股556万股 占流通股比例为12.75% 百川能源或券商小福减持该股17万股 二季度末持股数量2078万股 持股占流通股比例为6.35% 或券商持股比例较大的 还有首行节能 重因互联 大于节水 风源股分等 券商持仓股受市场冲击 明显A股持续近半年的连续调整 让大部分股票受到冲击 包括保险 基金 券商等在内的机构 持仓的股票也不例外 数据保统计显示 上述110只券商持仓股中 4月1日以来 94只个股股价下跌 占比85% 摩恩电器 康盛股份 华文传媒 众英互联在此期间股价出现腰窄 摩恩电器跌幅最大 期间累计跌幅76.87% 2季度墨 中信证券持有摩恩电器 1144万股 与上期持股持平 1季度墨 中信证券持有摩恩电器市值达到3亿元 2季度墨时仓市值降至1.14亿元 倘若在2季度期间 中信证券未做任何交易 则相当于其在摩恩电器股票上亏损 1.86亿元 且这种情况仍在延续 该股曾于本周一盘中创下4年来新低 最新股价仍在6元附近徘徊 出现类似情形的还有太极集团 华锦股份 人民同态 石鸿新者 南国之业等 截至二季度末 中信箭头证券持有南国之业3466万股 与上期持平 倘若在二季度期间 中信箭头证券也未做任何交易 则其在南国之业上亏损金额 或达到0.29亿元 依此类推 持同心者 吉比特 太极集团 华锦股份 人民同态等二季度期间 亏损金额也将在千万元以上 20股上半年业绩翻倍增长 不过 从券商持仓股的上半年业绩来看 大多数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数据显示 上述个股中有87指上半年净利润增幅未正值 占比近8成 20股 上半年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 如鲁银投资 月达投资 亚光科技 四川金顶 中州控股等 鲁银投资上半年实现盈利0.7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74倍 主要原因是公司处置子公司青岛泰泽海权 实现投资收益 对本期利润贡献较大 月达投资上半年实现盈利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72倍 亚光科技上半年实现盈利0.5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78倍 数据宝 微信ID 10周大2015 证券时报财经传媒集团大数据席建 中国股市大数据新媒体第一品牌 原创作品享有著作权 转载请保留韩文章出处 是因在内的全部版权标志 欲获得更多数据查询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可以置顶我们的公众号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